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人哪裡走 這次很開心 好好照 媽咪 我跟你講一個天道的秘密 什麼天道的秘密啊 這麼誇張 你有吃過烤鴨嗎 當然有啊 你知道嗎 據說什麼權什麼德的烤鴨 才是有名的 不過呢 我還是愛吃你的滷鴨 哎呀 你那麼會講話 怪不得我那麼愛你 好 我就帶你去找台灣 少數有履歷證明的鴨子 生產履歷證明的鴨 對 產銷履歷證明的鴨 還好嗎 這是什麼特別 哎呀 不說你不知道 這個鴨子啊 可是 從英國逃過來的鴨子 英國逃過來的鴨 對啊 所以它叫做櫻桃鴨 不要笑了 什麼叫櫻桃鴨 英國逃過來鴨 哪有這樣子的鴨子啊 是的 沒錯 這個英國逃過來的鴨子 哦 不是啦 是英國櫻桃骨品種的鴨子 因為肉質細緻 而且脂肪豐厚 最適合做成烤鴨了 不過 這鴨子的飼養 可是一門大學問喔 咦 爹地啊 這收音機很吵 對啊 林媽媽 這個收音機是你在聽的還是 不是 不是 鴨子在聽喔 鴨子在聽啊 我先拔掉喔 可以嗎 它可以嗎 不行 不行 它需要生意 暫時一下 暫時一下 林媽媽為什麼你剛才說 鴨子需要有生意 它來這個世界 也要適應我們世界的環境 適應這個世界的環境 繁雜了這樣子 我們世界不是很繁雜有生意 它也要適應我們 意思是要走入人情一樣的道理 可是它就是它在 西部場地難免都有些換便炮啊 什麼意外的聲音箱啊 飛機啊什麼 你沒有一種聲音 適應它的大小 有時候大對不對 它會跳起來 全部跳起來下去角度斷了 蛤 鴨子小的時候 一跳它還開高 大隻的 大隻的 因為我今天要在那邊 反而大隻的跳起來下道會頂斷 它就像機會狗跳人家飛起來 再下去就腳就斷了 所以有原因的 要讓他們適應這個世界就是什麼環境 我從小就給它適應 但是它到了 那種白馬 我不要收音機 它已經習慣了 對 已經接受說這個世界 也是有這個大的聲音會存在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一個經歷 那林媽媽你養鴨養幾年啊 二十幾年吧 二十幾年啊 對 看你 你把它們當人來看耶 鴨子 它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所以養鴨你是用什麼心情來養 用照顧小孩 它也有青少年 也有成年 是 對 我說Kevin啊 這鴨子跑這麼快 你怎麼追得到啊 小心啊 這才是第一站而已 我們還要訪問林媽媽的兒子耶 你可別受傷了喔 我聽說 你們這個鴨廠出廠的高品質鴨 是台灣銷售量的第一名耶 是啊 是沒錯 所以這邊的面積有多少 對啊 這邊大概一萬五千坪左右 一萬五千坪 那有多養多少隻鴨呢 這目前現況大概三萬隻上下 三萬隻以下 對 三萬隻 那是不是有特殊的條件 讓你養的鴨呢 量好 止好呢 對 第一個就是水流動的 對 它流到哪裡去 流到 它一直這樣 一直流 所以它不是死水 然後再來好像 我看它有很多 它第二條件是什麼呢 沙石 沙石地 沙石地 對 沙石地 所以它有什麼好處 排水好 排水好 這樣的話 而且我發現它的沙石 不是一般的沙石 是鵝卵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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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種圓 就是還沒有開採的沙石 對 所以說 它的鴨子如果休息的時候 它自然而然比較不容易 讓它的胸部的毛 所以損傷 哇 這養鴨的環境這麼講究 真是顛覆了對於一般 傳統養鴨人家的印象 不過據說 它們對於小鴨的照顧更是用心 不但生長環境特別的呵護 就連吃的飼料也與眾不同喔 林總 這個 你的這個鴨都在這邊配種的嗎 不是 不是 我們是請人家孵化 然後剛孵化就送來 送來 那這樣的鴨是多大的 這大概是六天 七天而已 才六七天就那麼大 對 對 對 那它又有特別的環境給它嗎 有 有 這些鴨子比較需要保溫 保溫 所以這個就是 對 這是一個瓦斯的保溫器 哇 要那麼溫暖喔 小寶寶 對 不錯耶 這樣不怕嗎 那除了這個 要給它比較溫暖的一個環境 那還要有什麼特別的照顧 就是像是乾淨的地板 這叫高床 這叫高床 它架空地面喔 對 所以它的大便之類的東西 就會直接下到第二層 那你給它這樣那麼小吃 那個什麼飼料呢 那是標準的小鴨用的飼料 它的大豆粉會比較多一點 對 大豆粉 要給它蛋白 對 蛋白質這樣子 就跟小寶寶一樣 吃得比較細緻一點 那一天要餵幾次啊 一天24小時再吃 媽咪 寶寶要20小時 那吃得那麼大 當媽媽的辛苦 所以這裡就是道地的育鴨房 對 育鴨房 育鴨房 就是保溫啊 好的飼料 好的水 然後乾淨的環境 看完了這精心培育的櫻桃鴨後 我們這就要回去討論 這麼好的櫻桃鴨的鴨肉 適合怎樣的料理呢 媽咪 今天的鴨看起來應該會不錯 他說這個櫻桃鴨 看起來滿肥的 他說油脂比較多 然後可是肉會比較嫩 像傳統台灣的鴨 它像翻鴨什麼會比較Q 那你想做什麼菜啊 我覺得櫻桃鴨它的油脂這麼肥厚 皮又脆的感覺 很適合做烤鴨 尤其想到北京烤鴨 那烤起來的皮是脆的 然後劈開的時候 一層油脂跟肉脂流出來 然後肉又嫩嫩的 超好吃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鼎鼎有名 在宜蘭做櫻桃鴨做得最好的 北京鴨是誰呢 請師傅介紹 對 林師傅 妳好 妳好 梓森好 妳好 我這一次去採訪櫻桃鴨 他特別說你們這邊做的烤鴨 很好吃 所以一定要來看一下 那你特別選櫻桃鴨的原因 展覽呢 因為櫻桃鴨它的油脂會非常棒 所以它鴨子烤起來的話 它的整個鴨胸肉 整個肉質都會非常飽滿 在林主廚精心的調理下 先在內抹上糖及醬汁 然後經過汆燙 再淋上麥芽 放入烘烤爐烘烤 哇 香噴噴的烤鴨出爐囉 哇 汁耶 這油脂很漂亮有沒有 對 對 一切開來香味更出來耶 對 你看一般的鴨子 也沒有這塊油脂 雖然沒有吹氣 你已經把它的這個皮下的脂肪 對 都烤到油都好像逼出來了 對 沒錯… 那這個可以這樣吃嗎 可以… 觀眾朋友 對不起 這樣子的皮帶肉吃 你看它的汁都在滴勒 晶瑩剔透的皮 而且它肉的甜嫩 然後肉又… 對 沒錯 然後肉又嫩嫩的 一般的鴨子沒有這樣的油脂 這是它魚頭鴨子 你看 油脂非常多 你看 這兩塊我們待會兒去做鴨絲 鴨絲 現在包一塊給你 包一塊給我們看一下 這包的肉質這也要有關注 要有關注喔 對… 我們會拿一塊皮帶肉的 那我們就塗像醬汁 塗醬汁之外呢 因為這餅皮它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再補一些醬汁 對 然後呢 不敢吃生蔥的人 我們就用炸蔥 但是炸蔥它有一個特色是 它吃起來會搭配這個皮 剛好烤汁烤汁的 吃起來會不會覺得蔥 不敢吃蔥的人這樣吃 它一定會有問題 對 第一 如果我們先咬這個… 所以先咬上面 你剛剛咬太大口了 先吃皮 吃到皮的味道以後 第二口吃下去是吃到肉 就是要說皮原來是這麼好吃 然後再搭配這個肉更好吃 真的 吃到櫻桃鴨這樣子的滋味 真的是人生大美味的享受 要明天訂一桌 師傅 謝謝你 真的 我吃過最好吃的北平桃鴨 是用台灣的宜蘭的櫻桃鴨做成的 加上這個宜蘭的這個… 三斤蔥餅 對 加上宜蘭的辣味噌 沒錯 香噴噴的烤鴨 外皮酥脆可口 裡面的肉質軟嫩彈牙 令人口水直流 食指大動 難怪這櫻桃鴨會被稱作 鴨肉中的極品 不過這是中式料理的做法 據說櫻桃鴨也很適合西式料理 我們請Kevin趕快帶我們去看看 所以我們炒比較快啦 戶外煮 炒…炒鴨熊 炒鴨熊 其實…我覺得喔 炒鴨熊 做法式 做法式 今天的櫻桃鴨 它油脂比較豐厚 所以如果說這樣煎出來 它的油應該滿香的喔 所以我們今天加一點那個醬 香料酒 加一點醬去搓 哇 它很像法式的 一定很好吃喔 美师傅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用什么特别的料理 示范给我们看 夏龙樱桃鸭 夏龙的意思是 它是用鸭骨制成的酱油 用鸭骨头 一般我们吃西餐是用牛骨 熬的酱油 今天是鸭骨 我看有没有闻到鸭 那你选这个用鸭骨头 是因为是用鸭来烹调 还是因为鸭肉 因为它是鸭 主食是鸭 所以我们用鸭的寿司去做的 OK 那师傅你今天用的鸭 是樱桃鸭吧 是 那为什么会选用樱桃鸭来做 因为樱桃鸭的皮 它的油脂丰富 然后它的肉也相对的比较嫩 比较嫩 OK 这法式料理果然不同凡相 整只鸭只取肉质细致的 鸭胸肉部分 经由主厨细心烹调 再加上特调的佐酱 哇 清爽的法式鸭胸肉来咯 Kevin 可得留一点给我们呢 你要快它的 我先吃卤水加 这个下楼做樱桃鸭 这道菜让我摆脱法国料理 感觉有说它的gravy很重 然后它奶油味很重 感觉虽然是法式料理 可是吃起来会感觉浓腻 可是这道菜让我吃到清爽 对 不会油腻 这个gravy跟这个肉 我觉得好多层次的味道 所以最特别的 我觉得你的肉 因为西餐都是 Inglase那个红酒 我觉得白酒 刚才你这样进烤箱 它的用意在哪里 把肉的香味跟酒气 那个白酒的香气 进到肉里面 进到肉 可是不会很酒味 不会 白酒因为比较不会那么酸色 它比较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肉 在烤箱里面大概五到十分钟 被这个白酒熏了 不会很让我醉 因为我自己的量不好 可是它特别香 它有酒香 Good 法式压胸有没有 因为它油脂多 你把它煎起来 然后glaze 类似一点那个 像strawberry wine 鸭松 把它炒好的肉 变像鸡排这样子 然后切丁 然后拌在我们炒的那个 菜料里面 变鸭松啊 鸭肉松啊 这个也不错 因为这个鸭 然后可以搭配生菜 搭配窝具里面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市场 我们来加做一个鸭松 OK 所以我们要 鸭肉松 虽然来到了外地宜兰 但是Kevin与Claire 还是坚持要自己到市场采购 对于食材的坚持 一点都不马虎 不过两位主持人的人气超高 到处都有粉丝 尤其是这可爱的鸡鸭肉摊的妈妈 感谢你的大力相挺哦 你也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 樱桃鸭 从英国来的 原生种的樱桃鸭 这个特色就是油脂多 然后那个肉比较嫩 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鸭呢 所以我们今天预备一个 很丰盛的套餐 一鸭四吃 一鸭四吃 这个樱桃鸭 的确是油比较多 然后皮比较厚 要煎之前呢 我们靠鸡皮就可以煎出油 那土翻鸭的差别 就是皮比较薄 OK 油脂比较少 那肉会比较Q一点 可是今天是买了母的土翻鸭 所以我相信还是嫩的 OK 那我们把这个 去出来的骨头 把油也剪掉 有没有 这些背架骨头腿刺 我们拿去煮汤 那因为鸭是薯 比较含的 所以一定要配薑 对 一定要配姜 所以呢 我们这边汆烫好 就是把姜放下去 今天天气比较冷 滚了水又淡下来 因为今天很冷 可是喝了会很舒服 不是 因为喝鸭汤 OK 先给它滚一下 等一下给你放 好 OK 放下去 我们等一下再滚 像鸭刺 鸭小腿 大概给它滚了 小火大概 今天的不大 所以大概30到35分钟就OK了 它就会嫩嫩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腿 OK 我们只要把这个肥油 去掉 去掉 不管是鸡或鸭 记得去骨之后 这边刚刚有一坨肥油 当然你也可以把鸭皮切掉 那鸭皮其实 因为它是今天的皮 它说会脆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看会不会像肉鸡腿的那个 皮像变烤乳猪这样 OK 好 把这个 你看这些脂肪都是被拿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来煎好不好 好 OK 那我刚才已经有 四仙腌葱 姜 蒜 酒汁 然后我们现在擦干 盐巴 胡椒下来就好了 两边 撒盐 好 我们就这样子 好 我这边滚了 滚了吗 好 给你放 OK 好 这个水珠烤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腿 OK 扑干吧 这个腿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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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较Q所以它的肉会缩上来 对 那为什么我说 哇 要你这样子 马上有压香 压油出来了 所以你看 这个油马上有没有 滴住那么多油 好 我们给它煎 那这边呢 我们来做不同的味道 有点法式味 OK 所以我们今天有带了那个 哇 采访的草莓酒 OK 那法式料理就是 还有我们采访的金桀 对 法式料理是煎出来的那个油 蛮甜香的 所以我们就给它Glase一下 OK OK 那我们就是把这一片 整片下去啊 对 整片 这个肉其实补的那个胶原蛋白 其实蔬菜要多配 OK 所以我们要均衡的饮食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卤笋切丁 OK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松 有新鲜的香菇 红萝卜丁 木耳丁 然后马蹄 甜椒 哇 所以很丰盛 然后我还有配洋葱 OK 虽然我们吃肉 感觉你会觉得胆固醇高一点 可是你用这种方式干煎 把它的油拿来炒这些蔬菜 其实现在有些油提炼的 不见得比天然的油来得好 你煎出来的油刚好拿来炒 那么多种蔬菜 然后最后呢 我们加一点那个中国芹 好 那我们这边配什么呢 来 三星葱 三星葱 我们今天这边的味道 我觉得我们对宜兰东西 认识越来越多了 之前是采访三星葱 就是葱白这么长 鲜鲜玉籽 这是它的特色 OK 那我们葱加一点酸 会好吃 所以我们切丝 等一下用那个鸭油来扁一下 来炒一下 你这一次炒这个鸭肉呢 有新鲜的三星葱 还有宜兰的蒜 那我的烧炸里面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哈喽 这个是什么 这个宜兰的淘太郎 淘太郎 温泉番茄 好 你要调什么呢 烧炸 好 好 OK 闻到香味 闻到香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 叫了 这个肉我们要先检测 它有没有熟 很嫩吗 如果它变粉红色 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等一下要炒进去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 你看 油真的很多 OK 我们先把一些油倒出来 观众朋友 这个 如果没有把这些油逼出来 到我们体内 胆固醇会高了一点 所以我们做菜尽量 借用食物的油 其实当你这样 食物借油的时候 现在讲实在 有时候我们用好的动物油 一样可以来露菜炒饭 而且最主要你不用吃太多的添加物 对 然后我现在用这边来炒料 好 先把洋葱放下来 先爆香 先爆香 OK 然后再把那个 红萝卜丁 香菇丁 香菇丁 分边爆香 对 入了 然后把梅籍放上面 好 梅籍跟甜椒放上面 OK 那今天这个虾松 我们是配萝卜 所以胡椒跟盐巴就好了 给它盖起来 好 我这边有放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OK 这边用一点点油 刚才已经捞掉一些油 那我要把那个葱 先炒了 再来 混合 红萝卜一点 洋葱 辣椒丝放上面 好 那我们把它盖起来 我们来切这个鸡腿一下 鸭腿啦 鸭腿也只是鸡腿 OK 那最后把那个 中国芹架下来 这个 刚好熟 这样子它的汁完全在里面 很汁 樱桃鸭真棒 你要不要试一下 很汁 好好吃 你看 它自然的鸭味很甜 好 那我这边呢 是胸肉 我要搅拌一下 可是先把这个拿起来 哇 很棒 OK 我们要炒一点 草莓酒 好 然后来一点那个 桔子酱 哇 宜兰的桔子酱 OK 然后来一点酱油香 来一点酱油香 OK 我来切丝先 这个 我的烧沙酱 要赶快调了 OK 观众朋友 这个是土翻鸭 也是很汁 也是很好吃 好 那这个我们要呈现在 一个饼里面 我们把它包起来 加一点那个生菜 生菜 加一点生菜 然后再来一片鸭肉 这个 这个 如何 送入专房 吃 OK 好了 我来切丝 加松在那边 加松 你们可以这样子 放在这边菜碗里面 然后鸭肉丁在上面 好吃耶 你看 好 我的烧沙里面有鸭肉香 加了脆片 你看 这个更好吃 这有菜 哇 观众朋友 这边的樱桃鸭真的很棒 对 有梦幻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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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身上喔 居然像嬰兒這樣 有時會黏黏 然後有時會大便 我跟他比賽 怎麼那麼快啊 怎麼那麼快 老闆企圖很厲害喔